是年底的基隆市長選情又有重大的變化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黃原諒遭到黨中央的撤換 外界好驚訝 為什麼會選在選前七十幾天 臨陣換將呢 不少人擔心 這是否會再次衝擊 國民黨參選人謝麗公的選情 民進黨更笑 國民黨這根本就是自亂正角 還有一說是因為黃原諒 沒有辦法勸退黃景泰 執行黨中央的政策不夠徹底 所以才會下台 不過這看在國民黨的基層眼裡認為 有人就說黃原諒對基層不熟 又不能安撫地方的分裂勢力 下台其實反而能夠整合不同的意見 那麼這也意味國民黨將親自下指導旗 全力衝刺謝麗公的選情